冯小刚 称该性情为虚拟编造,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,也算是继崔永元爆料阴阳合同丑闻之后的首次进阶发生,冯小刚微信截图据上个月中旬手机二宣布开机消息,免得崔永元怒对冯小刚和手机系列编剧刘正云,已经过去了音乐有余,这期间,从爆料范冰冰合同,到直指阴阳合同, 行业乱象,事态发展之间升级,6月初,国家税务总局介入,开始单规模调查影视从业人员金阳合同设税问题,对此,沈永元本人也表示始料为急,好像被逼上梁山, 但随永元的矛头焦点,冯小刚和刘正云,始终未做出任何正面回应,5月2月手机二开机场,但日前在网上流传的一封冯小刚至随永元的公开信,已得前者首度发生, 这封公开信以冯小刚第一人称的口吻写给小崔,信中内容包括冯小刚表明,至今未做回应,是因为不觉得理会, 而选择现在发生,则是因为不想事态继续闹的,其中海岸与崔永元踩人是下流之举,并已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, 只有永远的利益规劝崔永元收手,手机拍摄时的崔永元,冯小刚和赵针对之风公开信,冯小刚就在25日下午通过朋友圈进行了辟调, 成网上流传的所谓公开信,非我所言,是虚意编造的,侧此澄清, 虽然没有对崔永元的爆料事件进行正面回应, 但也是对网传公开信内容的全盘否定,也算是他针对该事件的首次侧面回应, 加公开信内容如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